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宗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绝照您的佛性般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今天呢很高兴呢 能有这个机会在光德市呢 举办这个教师夏令营 我也很荣幸能够被邀请 来这个地方呢 跟大家结个法缘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谈和言容 游戏 with is what we all know intake heaven on earth 我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我要讲的是 心为主导 那么这个内容里面 要说明的是 心是我们所有的一切行为 的一个原动力 第二个单元里面 我要讲的是 佛教里面对心的一个看法 那么有所谓的心网跟心锁 以及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各种的认识功能 是怎么样升起的 我在这个地方 要跟大家做个报告 第三个就是说 我要来谈的就是 如何调心与修心 以上是我要谈的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看上面 我们说人心的改变世界就有希望 心可以和谐一个世界 也可以毁灭一个世界 那么我想这个 可能在座的老师曾经有听说过 那么我直接播放这个影片 让大家看 人心的力量如此强大 可以和谐一个世界 也可以毁灭一个世界 在这项科学实验的影响下 许多人开始进行另一项实验 就是用感恩和祝福的信念 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分子结构 来改变周围的物质结构 2003年7月25号 江本胜博士将一瓶东京的自来水 放在办公桌上 并且拍摄下来他的结晶状况 可以说非常的丑陋和扭曲 然后打电话给几千公里之外的 两百多人 试验开始 这些人于是对着东京的方向 以爱和感恩这样最美好的信念 为几千公里之外的这瓶水 祝福 结果原来惨不忍睹的这瓶东京自来水 竟然完全改变了结晶的形状 变成了这副样子 人类伟大的爱心 不但可以超越时间 还可以超越空间 这个实验报告在联合国放映时 许多观众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天地万物是能够和谐相处的 前提一定是人心要改变 只要人心变得美好善良 人类恢复伦理道德 人们坚信 一切灾难和不幸都能化解 我们看上面的图片 这个下面我有 左边这个图片里面 你看 这个还没有经过祈祷过的 祝福过的水 它的水晶体结出来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说 在右边这个 被经过祈祷之后 祝福之后的水雷结晶是很漂亮的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你看看这上面这几个图片里面 这个真恶心讨厌你 这个就很难看 那么下面这个离别曲也是不好看 在听重金属的音乐 这个图片水雷结晶体也非常难看 那么相反的你用爱和感谢 听这个田园交响曲的话 这个结晶体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水 那么我们说 给它的这个讯息不一样 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你看你用日文 这个感谢 ありがとう 你看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水的结晶体 那么这个用英文也是一样 很漂亮 那么用这个德文 我不会讲德文 那么你看它的结晶体 是很美的 那我记得 以前我有看过一篇的一个报告 报道 就是有关于 这个有一个记者 英国的记者 那么他呢 他到这个 他很怀疑这个印度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印度有一条河 非常的有名 就是恒河 那么很多人到印度去的人 几乎没有人不去这个地方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电视上 如果没有去过 在电视可能也有看过 有没有 在那边洗头发 洗澡 那么你看 也有人往生的人 在旁边 这个火葬 海葬等等的 那么这个英国的记者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脏的水 你看 在那边洗澡 洗头发 怎么还有人在那边 把那个水往身上这样冲 不是很脏很乱吗 那么这个记者很好奇 就在旁边 他走到这个恒河 这个旁边坐下来 那么就看到 有一个 我们知道这个印度 很多的这个修行人 这个修行人当中 有一个修行人 头发留得很长 那么就在那边洗头发 那么头发很长 当他要把这个头啊 头发往这个头上 把它打起来的时候 旁边刚好有一个粪便 很大 那么当这个记者 看到的时候 手一直跟那个 这个印度的这个修行者 说哇 那个有大便 有大便 这个修行者说 好好好 但是结果就把它裹起来 那么我们说 这个记者就很好奇 他自己拿了一瓶 这个瓶子 就装了这个水 就回去了 那么回去 实际上他也没有很诈意 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那么放在冰箱里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有一天他肚子在痛 那么他肚子很痛 他觉得奇怪 我肚子很痛 又晚上 我们知道这个 英国相当的大 要去医院的话 必须要坐这个车子 那么他想 又是晚上怎么办 他就真的把那一瓶水 拿出来了 那么就对那一瓶水 很用心的在祈祷 他就想 印度那边的人 就可以把它喝 我也来喝喝看 结果就喝了一小杯 真的喝下去之后 他的肚子就不痛了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这个水怎么有能量那么大 他就把剩下的这个水 拿到英国的科学中心去化验 结果呢 化验的结果 这个水跟平常的水 没有什么两样 可是呢 经过这个水又拿出来之后 重新 这个记者在做同样的 这个祷告跟祈祷之后 再把这个水再放进去 化验 结果水的分子 结晶竟然不一样了 产生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晶体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地方我要告诉 要表达的就是说 我们的念力是可以影响到 物质的一个结构 是可以的 也影响到 所以我们的念 心力有多强 我们可以想而知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这个是英国很有名的 威斯米斯特大教堂 那么这个教堂很漂亮 那么相信呢 这个如果有去英国的人 一定会去这个地方 那么因为呢 这个地方是历代国王 他们几世几世 这个交 我们说呢 前任跟后任交替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所 那么也是呢 英国历代王辉 他们结婚的一个场所 所以呢 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教堂 那么这个教堂里面呢 这个碑 这个里面呢 教堂的下面 有很多的碑林 也就是墓碑 就是墓碑 那么这个墓碑呢 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这个墓碑 那么这个墓碑里面呢 有一块墓碑呢 我们说呢 不省眼 跟旁边的很多的墓碑比起来呢 感觉到比较粗糙 是一个花钢石的一个墓碑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所有到英国去的人呢 他们一定会到 这个教会 这个教堂的下面呢 去看这个墓碑 那么我们说呢 很多人呢 他不会去看这个 国王的墓碑是如何如何 但是一定会看这个墓碑 那么因为这上面呢 有一段呢 非常震撼人心的 这个一段话 那么他说呢 这个上面呢 我用中文念就好 当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的想象力呢 从来没有受过限制 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那么当我成熟以后呢 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将目光缩短了 先决定了改变我的国家 那么但是呢 这也不行 这也不可能 当我进入暮年的时候呢 我发现呢 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 那么我的最后 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 但是呢 这也不可能 那么当我躺在床上 行将旧墓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可能要往生了 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呢 我紧紧去改变我自己 然后呢 做一个榜样 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在家人的帮助 帮助和鼓励下呢 我可能呢 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然后呢 谁知道呢 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内容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据说很有名 世界很多的这个名人啊 都会到这个地方啊 来看一下这个墓碑 那么我们说 大家都很清楚的 有一个南非的总统 这个曼德拉 那么曼德拉呢 他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说呢 他为了 为了这个南非啊 那么他希望呢 他呢 他内心 年轻的时候呢 他一直想南非呢 受到很多的 这个总统的歧视 他想办法呢 想要呢 有什么方法呢 能够替南非呢 出一口气 那么年轻人 早期想法是什么 以暴自暴 我如果呢 用人家打我 我就呢 以暴力还你 给周边的人 那么我们说呢 曼德拉呢 看到这个碑文之后呢 如醍醐灌顶啊 他想到 我已经怎么样呢 找到了改变 改变世界的这个钥匙了 那么改变我的国家的一个钥匙了 那么他的处事的风格就开始改变了 那么他改变自己的思想 改变自己的家庭 以及改变自己的朋友 乃至于呢 改变了整个南非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想要改变世界 不是什么 改变世界 不是地球 不是一个国家 也不是别人 是怎么样 从自己开始 所以呢我们说呢 这个呢 就好比呢 在我们这个儒家里面 不是也有所谓的修身 有没有 齐家治国平殿下 有没有 也有谈到 类似这方面的一个说法 是不是 那么我们总是呢 想要得天下 我们说呢 必须要从什么样 从个人的修养开始 那么 然后呢 处理 处理好自己的家庭 然后从喷 然后呢 朋友 才有办法 去 以自己为榜样 去管理别人 是不是 那么我们从 常常觉得 想要改变别人 那么总觉得 改变别人 好像很不容易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总是 没有想到一点 改变别人很困难 实际上是什么 改变自己是最困难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不希望 我们希望改变别人 但是呢 我们忘记了 我们也要 为别人而改变 是不是 这样子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一段里面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想要国家和平 世界和平的话 那么必须要 从自己开始做起 那么从哪里做起呢 就是从自己的心 开始先做起 那么这个是我举 一般呢 大家可能在报纸 或是新闻上看到了 下面呢 我举的是 有关于经典上 也就是说呢 你们讲义里面 有经典的一大篇 但是呢 我把它 因为我把它浓缩了 我把里面的对话 要点呢 我把它整理 整理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先念一下 第一次就是呢 我们佛教里面 所谓的天界 佛教里面呢 我们有分为六 所谓的六道 那么其中一个 就是天界 也就是一般人 所说的天堂 天堂 那么天堂的这个天主啊 我们称的 这是尸体环音 那么这个天主啊 有一天 他就问啊 他就问这个佛陀 佛陀说 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诸天啊 诸天啊 还有世人啊 还有前踏婆 阿修罗 给予众生啊 也就是说 所有的 这个天人也好 世间人也好 阿修罗 前踏婆 阿修罗 这个是佛教里面的 里面的 把它分类 其中的一类众生啊 还有其余的众生 敬礼和解相应 到底是什么 结什么怨愁啊 那么呢 乃至什么样 刀智相相 刀杖相相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让这些呢 天人阿修罗呢 他们会打仗呢 会打架呢 乃至用刀啦 这样子呢 那么佛陀 佛陀就说 是啊 第四 我们就说呢 愿解之身 皆有贪疾 那么都是因为 我们的贪心 跟嫉妒心啊 导致于怎么样 故事诸天 世人 跟阿修罗 愚诸众生 怎么样 刀杖相相 贪疾 是不是来自我们的心啊 是来自我们的心 是不是 那么再往下看呢 他说 这个天主又问呢 第四天的天主又问呢 白佛言 但不解此贪疾 贪疾之身 从有而起 也就是说 从哪里生起了 刚刚我们提到啊 世人会 每天在打仗啊 互相 互相争吵的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贪疾 那贪 贪赖跟嫉妒的原因 又来自于哪里呢 那么佛陀说呢 是由于爱真 爱跟真啊 我们说呢 爱是喜欢的 真是讨厌的 接下来呢 第四天啊 他又问啊 那爱真呢 我们说呢 又富有而生啊 那么何因何远 谁为元首 从谁而有 从谁而无 那么爱真生起的原因 又从哪里来呢 那么佛陀又告诉说 爱真之身 皆由于欲 因欲 缘欲 欲为元首 那么也就是说 爱真生起的一个原因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欲 也就是 这里的欲指的就是欲望 欲望啊 那么 以欲望 因为有这个欲望太多了 所以呢 会有爱真的生起 那么 第四天又问呢 那这个欲望又从何生起呢 他说呢 欲呢 是由想 那么这个想呢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颠倒妄想 我们说呢 欲想啊 欲想怀念啊 这些呢 我们称为想 那么这个 地四又问佛陀说 那想又由哪里而生呢 由于调戏 那么佛法里面的调戏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颠倒妄想 颠倒妄想分别 那么由这个原因呢 所以呢 众生呢 才会有怎么样呢 胡思乱想 那么才会呢 有爱真 才会有欲望 才会有爱真 才会有贪急 那么 若无调戏 则无想 无想 则无欲 无欲呢 则无爱真 无爱真呢 则无贪急 若无贪急呢 则一切众生 不相伤害 你看这个很清楚哦 若是没有颠倒妄想 那么没有太多的这个欲望 没有欲望呢 就没有爱真 没有爱真呢 就没有贪跟嫉妒了 那么没有贪跟嫉妒的话 一切众生怎么样 不相伤害 这个很清楚了 是不是 这个今天里面 佛经里面 佛腿在告诉我们 那么众生为什么 吵来吵去 打来打去 是不是 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在于我们的心 我们不会调我们的心 那么所以呢 才会有这种种的出现 若调戏呢 若从调戏有想 从想有欲 从欲有爱真 从爱欲有贪急 以贪急故呢 是怎么样呢 群生怎么样 互相 我们说呢 互相伤害 是不是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起来 那么佛法呢 佛法就是一个心法 我们呢 打开 大家都很 有时候呢 会问 哇 这个佛教呢 真的是很难啊 经典非常的难 很常 不容易了解 实际上呢 翻开所有的经典 翻开所有的课本 不外乎都是在谈心 都是什么样 佛陀在告诉我们 如何要谈心 因为有这个心啊 所以呢 心我们呢 没有办法去调育它呢 所以呢 种种的烦恼呢 就因而出现 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呢 现代一般的人呢 常常怎么样呢 太追求于科学 太追求于物质 那么我不是说物质不好 科学不好 而是呢 太偏向的话呢 有时候会给自己 怎么样带来的痛苦 苦的原因呢 就是来自于此 那么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这个是 我要进入的一个主题 心为主导 我在 从这个地方呢 这个单元里面 我刚刚有提过 分了几个单元 分为几个小题目来讲 那么 为什么心为主导呢 下面呢 我做了四个说明 来证明呢 心是 所有一切的一个 主导者 那么第一个是 心是一切法的主宰 那么 首先呢 把这个 一切更新的这个意义呢 我简单 做个 说明 我们看上面 所谓的一切呢 指一切事 一切事物 即 事事物物的法则 条理 凡能成为 我们所认识对象的 我们所能了解 这一切呢 佛教呢 都叫做一切法 这个是佛 一切法这个用语呢 是 佛教里面 专门的用语 然后 那么我们可以用简单的 我用简单来讲 就是说呢 我们说呢 刚刚我们 我往讲 这个心啊 什么叫做心呢 在佛法也叫 意也叫事 就是心 它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分别的功能 以站在分别的功能上呢 我们说它呢 是事 那么 什么叫做心呢 以站在呢 我们说呢 它可以呢 基据我们 所谓的 平常所做的 善恶业的 这些 好的行为 不好的行为 那么 这些行为 到后来 我们 相信英国嘛 到后来都会 有所谓的果报 那么 我们说心呢 就是这些 我们所做善恶行为的 这个 积聚而成的 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心 那么 所谓的一切呢 刚刚我有念过 所谓的一切 用简单来讲的话呢 各位呢 眼睛睁开 所看到的人事物 这个在佛法 都称它为一切法 包含的 所谓的 我们说呢 有情 有情类的众生 跟无情类的 什么叫做呢 有情跟无情呢 我们说呢 这个呢 第三个地方说 一切法可以分为两大类 就是有情类跟无情类 或是我们一般称的 所谓的精神跟物质 生理跟心理 这些方面 那么我们往下看呢 什么叫做 有情类跟无情类 是指哪方面呢 那么我们说 有情众生啊 众生 众生 有情众生呢 是佛教的术语 因例为 沙多或沙多波 就意为众生 或称为函世 也就指一切 有感情 有见闻觉知的生命 那么有感情 有见闻觉知的生命 这个包含的范围里面 不是只有人类 包括所以 包括小字与蚂蚁 大道 什么恐龙 只要有一切 有生命的呢 我们都称他为 有情的这个众生 那么无情呢 指我们说呢 外面的 这个什么样 相对于有情的 这些什么 草木 土石 山河 大地 这个称为 非情 或是无情 大道呢 如地球 星球 小道呢 如一个槽 一滴 石头 一层 这个都包含在内 那么我们说呢 就是所谓的 这个精神跟物质的 这方面 那么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在经典里面呢 常常有讲到 这一句话 是原名色 名色原事 是是主观的精神作用 名色呢 是物质及精神的客观化 原 是一的意识 就好比我们的身体 若没有精神的作用呢 既成为死物 反过来呢 若身体 崩坏了呢 精神面呢 也无从表现 那么 我自己这个呢 世原名色 名色原事呢 这个前面 这个是啊 就是我指的 佛教里面所说的 我们生命的一个主体 那么 也就是呢 一般人所说的 所谓的灵魂 有没有了解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身体不是只有 我们这个色身而已 我们身体有住着 我们精神层面 那个人 是不是 那个就是一个 生命的主体 在佛法里面 我们称它为是 那么 名色呢 指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身体 名呢 就是也包含 有精神的部分 还有一个呢 色呢 就是指我们的物质 身体的这个肉体 这个色身 我们称它为色 那么佛法里面呢 常常用这个色 这个色呢 绝对 不是一般社会里面 堂堂说说 好色哦 不是这个意思 指的是什么 物质 有没有了解 这个物质的意思 那么我们说呢 是呢 跟 就 这个地方就要告诉我 我们身体 以我们身体 做例子来讲 身体里面呢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有精神的 那个生命的主体在 是不是 那么 如果没有这个 生命的主体的话呢 我们这个色身呢 是没有办法呢 维持下去的 相反的我们说呢 身体 如果说坏掉了 我们的精神呢 面也没有办法怎么样 发挥它的功能 所以呢 两者呢 是相互相存 相互依存的 那么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 打个比方来讲 就好比说 一个房子里面 这个房子里面呢 住了两个人 一个是眼睛看不到的 一个是呢 残障 脚没有办法走的 那如果说 这样子的话 花生佛灾的话 是谁背谁啊 各位 是谁背谁 是不是 眼睛看不到的 背谁 背残障 脚不能走的 是不是 那么眼睛看不到 它没有办法 走出哪个方向嘛 对不对 不知道门在哪里 那么脚呢 脚不能走的话 它没有办法走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两个配合 它才有办法怎么样 逃离这个活场 那么 这个意思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整个身体里面 必须有精神 跟怎么样呢 这个物质 物质指的就是 我们这个身体 两个呢 相互依存 相互配合 那么 这个呢 是在佛教里面 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尽管相互依存 配合当中呢 还是怎么样 以心为主 接下来呢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心为散乐行为的决定者 那么行为 指的是什么呢 人对人或对事物的一切活动 那么 依佛法呢 包括 有哪些行为呢 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跟什么 内心的这个活动 身口意 这三个呢 都是所谓的 所谓的身形 语行跟义行 都包含在内 那么我们的行为 之所以呢 会有散乐呢 都有我们的内心 而引发了 那么一般呢 会经过两个阶段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也就是说呢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会先考虑 是不是 先考虑之后 我要想要做什么 我们先想 我们会去先思考 是不是 由心先开始 第二个呢 才会决定我要怎么 我到底要做什么 第三个呢 发为行动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呢 先考虑 再来呢 其次呢 决定 然后呢 发为动